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股市也需要稍微整股跟消化一下 我们再看看那个指数 照断韩生指数先低开272点到24693点 曾经一度在低见24570点下调395点 当然这一分钟指数是轻轻点圈的100天线 可是买盘还是不断的出现 结果股市就一步一步的反弹到24795点才开始慢下来 当然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大部分时间还是反反复复在24700点左右水平 从走势方面来看 现在还是走在150跟20天线以上 现在100天线大概在24595点 也可以这样说一天恒生指数还是稳守在100天线以上的 就算是高台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微调其实问题不大的 因为从移动线方面我们再往上看 目标一定是250天线 不过当然这个不会 短期之类可以看到的 好了再看一下 今天是1月24 等于说1月份信侠的交易天不多了 今天不算 就是说这个月信侠的交易天只有四天 下个星期一回来只有半个交易天 而且最重要就是这个星期五就是这个期指结算日 这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期指赚餐的高工日 所以星期三跟明天这两天股市会怎么样走就比较关键了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 其实股市就算是高台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其实整个走势还是抓着高台而不下的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月的指数低位是22709点 相对现在大概在24700来说 等于说股市还是稳守在这个高台附近的 当然主要南筹未来这几天表现怎么样走 这个才是关键 像陈信 美团点评 阿里巴巴走势可能有一点点的高台的反复 当然中间来说阿里巴巴走势是比较偏远 这个大家看到了 另外慧弘还有中弓箭的三者内营果 还有中仪洞 友邦 平保 这些传统的南筹 传统的汉政史租 春分国要是他们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话 这几天汉政史租应该可以维持在高台附近进行一个整过 那这样子看起来比较 走得比较快的那个部分 怎么样也要到明年农历新年回来 我们才看得到的 传统来说在农历新年前股市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比较 油皮 比较淡静的 因为过年的细分还是比较重 当然今年香港过年的细分是会比较保守 这个是没办法 可是股市方面最终还是要看成交的 上个星期其实成交还可以交得出来的 可是这个星期的成交可能还是会比较保守 因为接近那个旗子结算 也接近那个农历新年 至今大部分都会采取观望态度 那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作为赏务来说 暂时来说最好还是安兵不动了 过年后再看清风怎么样 我们才做新一波的布局就比较好了